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华文化普照大迁 佛法智慧普利有缘 世界和平大使 世界一千万华人心灵导师 卢君洪台长 二十年如一日 无私忘我 废寝忘食 以佛法智慧为一千万人洗涤心灵 唤醒本性 使佛法精髓 中华文化 广力社会名声 震撼国际社会 无数人结缘心灵法门 爱国爱家 社会和谐 世界和平 近年来 卢台长弘法足迹遍及世界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将佛法与中华文化的和平理念推广至国际社会 不仅获得意大利名校西安纳大学荣誉课作教授 马来西亚拿都终身荣誉爵位 澳大利亚太平绅士荣誉 还在联合国 美国国会 德国柏林 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 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 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奖项 卢台长还荣誉入选2014中国人物年届 并作为特邀嘉宾 与高僧大德 佛教领袖 一同出席2015年联合国卫赛节庆典 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 在联合国总部出席2015年联合国大会 和平文化高峰论坛 使佛法与中华文化在国际社会 一彩绽放 绵延流长 殊胜因缘使我们多日汇聚香港 天上人间 法喜共瞻 感恩观世音菩萨 慈航普度 甘露变洒 愿心灵法门 佛法之光 救度更多有缘众生 国泰民安 世界和平 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请尊敬的卢军红台长 感恩观世音菩萨 慈航普度 甘露变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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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来一次 那叫轮回啊 很多人以为台长今天已经回澳洲了呢 我告诉你们 很舍不得你们今天晚上是夹出来的 大家来一次不容易 所以台长宋师希望大家 法喜匆匆满 龙舟华初吉祥来 龙天护法保平安 人生一旦开悟来 人天佛果天下安 这几天我们每天在一起吃树念经许愿 这难道不是人间极乐吗 每天在一起文法度众 这就是净土 星经说道 要度过一切苦恶 才知色不以空空不亦色 人生走到尽头才知一切皆空 忙什么 急什么 烦躁什么 烦躁什么 一切随缘吧 人生苦短 何必太计较 成败得失 转头就空 不用放在心上 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态 人间的烦恼 是一道必尽的风雨 你把它看成一道风景线 如果你把人间的成败 看成是七风苦雨 那你就会痛苦一辈子 所以信佛是对智慧的缘容 我们对过去无悔 对现在无怨 对未来无忧 努力耕耘佛的种子 这就是人间的智慧生活 这有一堆拜师的看见菩萨的 看见观世音菩萨的那个 弟子的那个写来的信 因为我只能稍微给大家介绍 这是一个广东惠州的 冯英灵写来的 他说当师父在为弟子加持的时候 感觉身体望上升 开始看见一片乌云 瞬间看见了一只凤凰 在我望上冲 之后就是蓝天白云 晴空万里 佛光沐浴着我们 他看到了 我看到了释迦牟尼佛 站在右手边 望后右边一点 是观世音菩萨和师父 在后面是众护法菩萨 感觉北处 此处是南天门 一个大大的天门 当时我正要望你继续看 意念中 众弟子在拜师处 一拜我的神士就回来了 不能太多 再讲一个吧 当师兄跟大家讲拜师的程序 他看到三尊佛 刚开始以为是自己的幻觉 后来 当来到观音堂拜师时 看到了一朵很大的莲花 里面坐着牵手观音 把我带到了一个有台阶的地方 第一个就看到很多很多漂亮的莲花 在左边有一艘大船 右边是一条很深的路 路上走了密密麻麻的人 就在这时 师父说拜三拜 于是我就醒了过来 当时我想 是不是自己的眼睛花了 有幻觉 又看到了观世音菩萨右边 斗战圣佛朝着我在笑 真是太法许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和师父 感恩何时 太多了 不能讲太多了 我只能呢 这个佛友是青岛的 江佛友 他说我参加了2015年16年的佛友见面 发起成满 三生有幸 他说台长怎么好怎么好 我就不讲了 反正就是说 谈笑丰生了 一会儿像父亲了 一会儿像岩师了 还好没有说我一会儿像儿子 他说 今天台长又拖着疲惫的身体 为我们一千多名弟子加持 要我们许悦念经放声 珍惜生命 在拜师会上 我看见了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在保佑我们感恩师父 最后他加了一句 请恩师医治我儿子将近15年的忧郁症 所以大家要记住 我们不但要救自己 还要救别人 所以我们的压力就会很大 如果你现在不修更待何时 你没有能力 你怎么救得了别人 好好修吧 一个人如果不相信菩萨 可能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一个人如果没有信仰 在这个贪欲的社会 和五欲六成的世界里 他会迷失方向 心中有一尊属于自己的佛 实时坚守自己的佛心和道心 你才能身处迷茫的世界中 找回自己的本性和良心 用慈悲心给世界上所有的人 创造机会 让他们来学菩萨来救度众生 因为你像菩萨了 别人就会跟着你去慈悲度众 要积极的努力等待机会的人 那是愚者 学佛人要实时反观自造 检讨心灵是否有明文立扬 心灵必须提升 凡程要勤修 戒定会 我们心尽随缘 佛信定啊 师父 要告诉你们 一个知足的人 永远他不会放弃 任何一个让自己快乐的机会 而一个拥有贪欲的人 他永远不会知足的 所以 一个人的快乐 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 我在主会场的时候 3号讲过 而是因为他计较的少啊 余者用肉体的需要 来控制着自己的心灵 我们一定要控制好 自己对欲望的这种需求 人一旦被欲望所控制 就不能自拔 希望我们学佛的人 永远要用智慧来控制 是人间对自己一切的欲望啊 在浙江奉化 有一个雪斗寺 开山宗师 开山祖师呢 叫庙高禅师 如今呢 在雪斗寺山上 还有一个叫庙高台 传说 从前的庙高禅师 就在那台上 在用功 因而得名 庙高禅师 原来在这个山上呢 靠山的一边呢 用功 昼夜不息 但因为精力有限 他时常的打瞌睡 他心想 自己生死未了 却天天打瞌睡 我实在太没有用了 为了警测自己 不要再打瞌睡 他就移到庙高台 山边上坐 下面 是几十丈的悬崖山洞 如果打瞌睡 头一摘下去 就没命了 可是 庙高禅师 工夫 还没到家 坐在台 这个山台边上 还是打瞌睡的 有一次打瞌睡 真的摔了下去 他心想 哎哟 这一次没命了 没想到 在半山腰的时候 突然觉得 有人拖着他 送到山崖上 他很惊喜地问 是谁 是谁 在救我呀 只听见 空中回答 激霍 佔队 提名 美国 马帅 空中回答 像你这样修行的 过横河杀树 只多多多多啊 因为你有这一念 功高我慢之心 我将二十世 不再护你的法 妙高禅师听了之后 痛哭流涕啊 惭愧万分 但是他心又在想 我原先在这里修行 好坏不说 不管怎么样 还蒙唯陀菩萨来护法 现在因我一个念头 功高我慢心急 此后二十世 维陀菩萨 不再来做我的护法了 左思右想 都是我自己不好 不管他护法不护法 我还是要在这里 精进的修 修不成 一头摘下山崖 摔死算了 就在这样 他继续的在山崖上修行 做了不久 他又打瞌睡了 蹦一下 又从山崖上摔下去 这次他在 刚刚在山崖边上的时候 他一想完了 我这一次真的没命了 可是他快要落地的时候 又有人把他双手托住 送到了悬崖台上 妙高禅师一惊 是谁救我呀 空中答道 护法维陀菩萨 他马上说 维陀菩萨 你不是说 二十世不来护我的法吗 你怎么又来了呢 维陀菩萨说 法师 因你刚刚一念惭愧星期 已超过二十四九亿 妙高禅师听了 妙高禅师听了 豁然开悟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你们 佛法的妙处就在这里 你一念散与无量劫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告诉你们 一个念头不正散与 你可以遇到无量无边的结束 无量劫 事与一念 不管这个人间有多少的劫难 都是你的意念所为呀 所以佛经上讲 十世古今不离当今 微成煞土不割豪端 鼓掌的不多 就是没听懂 现在呢 为了装成听懂了 假装的拼命鼓掌 吓得又不敢鼓掌了 你们记住 你们是弟子 师父一定要告诉你们 这句话 记住了 妙高台 其实也不再奉化 也不再雪斗寺 这种台就是在我们的内心 我们时刻都是坐在 妙高台上打瞌睡 只是我们还没有到悬崖 自己不知道罢了 所以很多人修心 修了半天 还不知道自己修在什么境界呢 庄董 开始庄董 我要把刚才那两句话 经文上的一定要解释给你们听 所谓 所谓十世古今不离当年 什么意思 就是你的前世 在前世 十世 古今中外 就是你今天和过去再过去 不离当年是什么 其实你今天这个念头最重要 我今天是一个善念 你过去所有的罪念都可以消掉 你今天这个念头是恶念 你所有十世古今 所有的恶缘 全部到你身上 所以一念成佛 一念成魔呀 现在是真懂了 然后 微成煞土不割豪端 什么意思 微成就是我们人 像一粒灰尘一样 煞土是什么呢 一刹那 现在台长跟你们讲话 刚刚讲完叫一刹那 对不对 我现在讲话了 一刹那 消失了吧 刚刚那个字没了吧 就叫刹那 没了 而且刹那又在哪里 我刚刚讲完话 没了 没有了 举个简单的意思 大家 你饭 吃饭了吗 我吃过了 一句话一讲 没了 那么 这个一刹那当中 哪有未来 哪有过去 哪有现在 因为刚刚一有 就没了 所以你们看 变魔术 就是这样 他手脚快 他变一个魔术 他踹一下 没了 你看都没看清楚 就没了 实际上 佛陀讲的就是 这个道理 告诉你们 哪里有现在 因为 因为佛法讲 无古无精 无淡 无目 就是没有 早晨 没有目骨 所以庙里叫 城中目骨 时间只不过 是一段 无始无终 连练连绵不断的 长云 长远的一个概念而已 所以我们生命 就如台长告诉大家 就像水一样 如果这个水在 潺潺的流 你把字写在水上 等你一回头 水中已经没有这个字了 看见大海的墨 哇 一阵一阵的 看似白白的墨 当你再回头一看 这些墨 去也 所以人生就是这样 瞬间存在 瞬间灭亡 灭亡又存 存了又灭 这就是瞬间 所以希望大家 把握好今天的一念 可以灭除 百千万劫的罪障啊 听懂了吗 没听懂的 要师父用白话 再白一点 跟你们讲好吧 那 还没听懂 白话佛法 讲给你们听 很简单 一个小孩子 在学校的时候 曾经偷过人家 一个铅笔盒子 爸爸妈妈知道了 老师知道了 拼命地讲 讲完之后呢 从此以后 不偷了 这个事情就没了 如果这个孩子 长到二十岁的时候 居然又偷了 别人的东西 那么很多人就说 你从小就会偷东西 你到了二十几岁 你还在偷东西 你改得了改不了啊 现在明白了吗 过去的业障 现在不做了 就叫消 如果过去的业障 你今天还在继续 你就叫累积热业 所以我们今天 一念善 消百灾啊 在杭州 有一个老人 叫刘大爷 他执意要将他的 死后的房产 不给孩子 给孙女 刘大爷 一直跟自己的 小儿子叫刘君 这是杭州的 真的事情 还有儿媳妇 住在一起 刘大爷 特别喜欢 他儿媳妇 后来 儿媳妇 生下了孙女 兰兰 但是小儿子刘君 和儿媳妇 夫妻不合 经常吵架 最后 闹离婚了 那么孙女兰兰呢 就归儿媳妇 扶养 离婚之后 小儿子刘君 和刘大爷 关系 越来越糟糕 小儿子还经常在家里 打骂刘大爷 于是刘大爷 就在2011年 自己私下 立下遗嘱 说我过世后 所有的房产 贵孙女兰兰 2013年 刘大爷重病 住院期间 小儿子刘君 不仅不照顾刘大爷 还逼他 写下遗嘱 说房子归他所有 所以就搞出了 两份遗嘱 住医院的时候 刘大爷 始终对孙女兰兰 念念不忘 女儿看在眼里 十分的疑惑 兰兰很小就被母亲 带走了 二十几年里 都没有联系 为何老人 如此地 惦念他呢 直到 弥留之际 刘大爷 终于向 大儿子和女儿 吐露了心声 他说 兰兰 不是我的孙女 她是你们的 亲姐妹 你们一定要帮助她 拿到房子 原来 兰兰是刘大爷 和儿媳婦所生啊 这么多年来 刘大爷 一直把这个秘密 埋藏在心底 他的儿子也没有起义 想一想 在人间 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人不能贪恋 人间的感情 不能贪恋 人间的钱财呀 不占别人的便宜 不贪别人的利益 你的福报 就会到 人生苦短啊 所以 我们没有时间 将真恨和不平 留在心中 并时常的伤害自己 我们要 深信佛法 重视慈悲 就会没有 容纳恐惧的空间 你的心灵 才会安定啊 世间一切缘起 就是在启发 我们的决心 烦恼无尽 誓愿断 少听少看 少烦恼 少想少撑 少愚痴啊 能断烦恼 你就已经是 完成了 戒定会的基础了 很多佛友跟师父说 师父 我跟人打交道 我特别难 我好像很难 跟别人相处 台长告诉你们 学博人 和别人相处 知道 要懂得 在于 无限的 永忍啊 世界上 最可悲的事情 是不懂得 慈悲别人 因为 不慈悲别人 最后 被伤害的 还是你自己 有人问师父 什么叫空啊 知道什么叫空吗 谁都 讲不出来 空 想 空是什么 空我告诉你们 能舍就舍 男人 你也要看破忍耐 放下 就得放下 所以 那就是空 自在 安详 就是本 那就是 空的 基础啊 有一位 有一位 诸 诸 慈慈 慈慈 是一个对 净土法门 非常 有修持的信徒 有一天 他去拜访 佛光 禅师 他说 禅师啊 我念佛 拜佛 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最近 我在 持佛号的时候 好像 心 越来 跟自己的嘴巴 念的 不一样 禅师问道 有什么不一样 诸慈慈说 我过去在 持佛号的时候 心中 一直 有佛性 就算 口中 不念 而心中 我仍然觉得 佛声 延绵 不断 好像 菩萨 在身边 现在 就是 不想 持 那个时候 我 只要一念 佛的声音 向源泉 自动的 流露 出来 现在 我拼命的 想去念 我也不能 感受到 菩萨的 慈悲 和那种光 佛光禅师说 这很好啊 表明 你念佛 已经念到了 静念相继 与佛 相应 找到 自我的 真心 知识墨说 法师啊 你不要 笑我 我很惭愧 您的赞许 但是 我觉得 不能接受 因为 我觉得 我很苦恼 我已经 找不到 我的真心了 佛光禅师说 真心 怎么会 找不到呢 朱慈墨说 因为 我与 佛 相应的 心 没有了 心中 佛声 绵绵 不断的 静念 相继 也没有了 要早也 找不回来 禅师 我为此 悲伤的 苦恼 请您 告诉我 我到哪里 去找自己的 真心 禅师说 寻找 你的真心 你应该知道 真心 并不是在 任何地方 真心 就在你自己 的身上 那为什么 我不知道呢 禅师说 因为你一念 不绝 和忘心 打交道 真心 就离开 你了 意思就是说 因为 你的一个念头 没有觉悟 你的心 就散了 就离开了 菩萨的 佛心 信徒 知识 母听后 似有所悟 正如 永家大师 曾经说过的一样 君不见 绝学 无畏 贤道人 不处妄想 不求真 无名后 无名实性 积佛性 幻化空生 积法生 法生 绝了 无一物 本源自信 天真佛呀 听懂了 记住了 好好听 学佛学佛 就要学 修心修心 就要修 不懂 找师父干嘛 就是因为不懂 才要找师父 听得懂吗 君不见 绝学 无畏 贤道人 君不见 就是你看不见吗 绝学 实际上 用佛法讲 叫无学 无学是什么 就是有学 这句话的意思 我今间 有学之人 无为 贤道人 什么意思啊 我做什么事情 叫无为 我做了一件事情 我心不动 就叫无为 人家说 你做了好事了 我没做呀 菩萨 你讲了四十九年的法 菩萨说 我一天法都没讲过 明白了吧 绝学无畏 贤道人 贤道人就是开悟之人 不除妄想 不求真 就是如果我们去除不了妄想 我们怎么能够求到真的呢 无名实性 基佛性 无名是什么意思啊 不懂 不懂之后 你才看得到实性 当你不懂了 你才学 学到了你的本性 学到了你的佛性 你才拥有基佛性 幻化空生 基法生 什么意思 就是幻化 就是你本来在人间 就是一个幻化世界当中 空生 这个身体有了 最后没了 是不是空生啊 所以你这个身体 就是生出来到死亡 这个身体像有了像没有一样 我举个简单例子 当别人昏迷过去的时候 你有没有这个身体 当你闪架在床上 觉得手脚都不能动 不能用意念来让它动的时候 你就是空生 就是幻化之生 那么为什么叫法生啊 因为在法界 当你什么都空了 想明白了 你就是一个法生 可以到处跑 法生绝了 无遗物 当你拥有了法生 你觉悟了空性 你就知道 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样东西的 因为我们到这个人间 是来走一趟 等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什么都带不走 连你的身体都带不走 是不是 了一物啊 什么都没有 最后一句 本源自信 天真佛 寻找到自己内心的本源 那就是佛性 你才会懂得 什么叫自信 当拥有自信的时候 你就是天真 开心 像一个佛一样 因为当我们知道 人间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不管别人对我怎么样 不管这个世界 再有好的欲望 名利 我只是笑一笑 因为这不属于我的 所以我不争不强 这那才是叫天真佛呀 人为什么会迷惑 是因为虚妄覆盖了真心 真心没有了 你自然就找不到自己的家了 台长是这样 若不来人间 你们整知人间之苦啊 若不去生活 哪知拥有和失去是什么 还未失去什么 最重要的 有六个字 台长教你们 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你想活得像菩萨 想活得自在 要记住 要接受有 承受无 给你的来了 我接受 开开心心 没有了 谢谢 那是我的因缘 因果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们年轻到现在 我们承受了多少 因果 承受了多少 拥有 最后又失去了多少 所以 所以因为我们这个世界 因为我们这个世界 来到这个世界 从来就没有拥有过 所以我们也不会失去什么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两手空空 我们走的时候 也是两手空空啊 记住 太阳告诉大家 顺境 来了 懂 珍惜 逆境 来了 懂 定 心 要享有福气 就要直福 就跟直树一样 今天你去帮助别人 去帮助更多的人 让他们有福气 你就在直福 当你有福气的时候 就是因为你彻底了 了解了这个世界 只有彻底了了解这个世界 一切苦空无常 你才会彻底的懂得 这个人生是怎么样的 生活呀 我本来今天以为 昨天最后一天 今天会走掉一大半人 我怕他们改机票 因为他们知道师父 他们很爱师父 如果 你知道师父今天 明天还有开市 很多人就不肯走了 所以我有意 昨天晚上说 咱们明年见 没想到 你们陪我有智慧 一个都不走 还是这么多人 我明天可真的走 台长在节目中 帮一位听众看图腾 指出他身上 咽喉 肠子不好 心跳得很快 关节不好 台长 台长看出他心脏上 有三个乌龟 他说从小就吃乌龟 台长还准确地看出他胃下垂 吃东西不消化 请大家听下录音 谢谢大家 哎师父 你好 你好 麻烦您看一下 我是1976年的龙 看一下身体 身体不好 对 我告诉你 哎 几个地方你要特别当心 哦 喉咙 咽喉不畏 嗯 啊 肠子 肠子 还有心脏 对 我这两天心脏非常不舒服 跳 跳得很厉害 对 我现在都能看到你心脏 崩溜崩溜 速度非常快 对啊 还有关节不好 对对 我有时候 给菩萨请安的时候 磕头的时候 会脚会关节会响的 呱咱呱咱响响啊 关节不好 对的 那师父 我这个心脏 这两天不舒服 是肉体病还是灵性啊 哎呦 我看见心脏爬出来 两三个乌龟呢 啊 那也就是说 你过去吃过甲鱼的 对 小时候 我告诉你 我现在还在了 师父 那我的胃好吗 胃没问题吧 胃就是下垂 肠胃老堵的 肠胃吃东西不消化 对 有一点 哦 好的 好的 谢谢 谢谢 在今年的六月三号 早上七点多钟 天上下着雨 在南京 有一条马路上 一名中年男子 神情焦虑地 在马路中央 不停地挥动双手 指挥着来往的车辆 在男子身后 十多米 有一名红衣女子 蹲在地上 旁边 还有一名 骑摩托车的男子 摔伤在路上 不能动 当时中年男子 开车 带着妻子 就是这个红衣女子 准备去离婚 入狱这起摩托车 摔下来的事件之后 为了避免倒地的男子 被后面的车辆撞上 发生第二次事故 这位男子热心地 当起了交通员 正当他这一个 暖心的举手 原本要跟他离婚的妻子 感动地撤回了离婚的意愿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这个妻子说 万一是一个碰瓷的 可就麻烦了 你们知道什么 叫碰瓷的吗 你们都知道 就是假装摔倒 你去一扶他 你把我摔倒的 赔钱 就这样 明白了吗 据中年男子的妻子 最后讲 妻子本来想让警察负责 自己赶紧就把离婚的事情办了 但是丈夫说 下雨入滑 而且在弯道处 如果他不下去救助伤员 可能会导致第二次事故的发生 丈夫毅然坚持下车去救度伤员 妻子被他感动 一起下车帮忙 等民警 等民警和急救车 我们讲过 一善结百灾 学佛人要明白 我们生命短暂 要懂得广皆善缘 对自己的心里的不善良的东西 要看透它 那就是佛法界讲的 叫观心无常 一个人的心天天在变 要常常看到自己的心不稳定 要了悟它 世界上的一切 实际上都是由我们的心在转变 你的心可以让一切都在转变 学佛人要明白 今天的幸福 转眼间可能成为明天的痛苦 当有一天醒来 自己已不知身在何方 遇到挫折和失败 其实是自己设下的陷阱 当自己执着的不回头 一头栽进去 还要一厢情愿 品尝着悲伤的滋味 并慢慢让自己的心 转化为自身消极的不能量 来自残自己 天天要报复 每一天承受烦恼和痛苦 加深了心中的伤痕 学会大忏悔 心里常愧疚 才能将自己受绑的心灵 来解脱 坦荡的人生 要唾弃人间腐败灵魂的诱惑 懂英国之薄灵魂 那才是真正的对得起自己的本性 台长很喜欢跟你们讲笑话 你们知道台长很喜欢讲笑话 讲个精神病的笑话给你们听听 你们记住 精神病患者 就是因为自以为自己是对的 所以才会出现精神患觉症 有很多精神病人跟别人讲 因为我跟你们是一样 我为什么进精神病医院 就是因为我对某一件事情的执着 解脱不了 所以我才会得精神病 人间也是这样 很多的人总以为自己做的是对的 所以才会出现偏差 有一个精神病医院 一个医生为了测试 他的病人现在病好了没有 有十几个病人 他把他们召集到走廊上 他自己拿了一支笔 在墙壁上画了一个大大的门 然后就对这些疾病神病人说 你们今天谁要是把这扇门打开 我就放你们出去 十几个人全部轰轰到 这个墙壁这里去了 想把门打开 只有一个人不过去 这个医生想 诶 这个人病很轻 一定比较好 我问问他吧 你为什么不跟他们一样去开门呢 噓 我有钥匙 人总是以为自己是对的 实际上要解脱呀 记住 当一个人听别人的话 想通想明白 就叫法喜解脱 法喜是什么 是指你心中明白道理之后 所产生出来的一种喜悦 明白道理 你经常法喜的人 你心中的博信就会经常出来了 我们用人最本性的东西来感应这个世界所有的事 你会发喜 为什么 我们人本性知道这个世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无所谓 你说你是不是会欢喜 要懂得该来的终究会来 该走的一定会离开 凡事都有因果 因缘成熟了 果报就自会现前 无法阻挡 知道前因后果 所以这就叫 知因懂果 学会懂得 人 台长说像河水 有深 有浅 有干净 有肮脏 你要在人间懂得 从容 你不要去改变别人 而是去接纳别人 你才会让人人都喜欢你 尊重你 关爱你 记住 一个愚蠢的人 试图 总是让别人去理解他 而有智慧的人 总是让自己去让别人了解 而去更好地了解别人 那个 一位八岁的儿子突然要痛得直不起来 念了二十一章 同学自己自说主张 二十一章 过一会儿 儿子说好了一点点 这个同学自己开小房子 嗯 四十九章 儿子说 好了三分之一了 他说 好 那加到一百零八章 儿子完全好了 居然被他 完全治好了 像没有事在床上打滚了 所以他说 小房子的效果太好了 我给大家听一下录音 谢谢 师傅 一个同学想要跟你反馈一下 小房子的灵验 他是这样说的 就说他儿子一天早上起床之后 突然痛得腰痛得直不起来 儿子才八岁 然后同学就知道 不可能是因为就是生理的那个腰肌老损导致的 他就想肯定是灵性的原因 就给他许愿小房子二十一章 就问他好了没有 儿子说好了一点点 然后这时候他可以坐起来喝粥了 然后那个同学就知道小房子不够 又许愿了四十九章 到四十九章的时候 儿子说好了三分之一了 然后同学觉得还是不够 再增加到一百零八章 然后让儿子在佛台前念了一遍 礼佛大忏悔文 念完之后 他儿子就像没有事情一样 很轻松 还能在床上打滚 他觉得真的是小房子立竿见影 感恩关心 小房子你头痛的时候 从人家裂开的时候烧下去 他就不痛 谢谢 对对他还没烧呢 他只是许个愿就好了 那到了愿力很厉害的 哦对对对 谢谢师父开始 谢谢 学会把苦难当作资本 不断的从苦难当中 获得快乐和智慧 就犹如很多母亲 为孩子吃苦的时候 他能想到 我今天为孩子的吃苦 让孩子成长 以后孩子能够成人成才 所以他就是从苦难当中 获得了希望和快乐 所以佛法说 出生和死亡并不存在的 佛法说的 没有出生也没有死亡 正是因为我们对出生和死亡的概念 信以为真 而由此引起幻想 带给我们巨大的痛苦 学佛人要懂得 一个人出生 就是像以后要走掉一样 为什么 这是一个旅行站 就犹如我们失去母亲 很痛苦 但是呢 梦见母亲 真真实实地在梦中 和自己在一起 当时的感受 是我们没有失去母亲 失去母亲 只是一个念头而已 其实母亲 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所以要记住 学佛人 不会死亡 因为我们的肉身 可以死 我们的精神 永远不会死 就如一辆汽车一样 我们可以换很多辆汽车 但是驾驶员 还是我们自己 这个自己 就是你的灵魂 所以希望大家 好好地学佛 好好地控制好自己的灵魂 让我们的肉体 借甲修真 让我们的灵魂 去到西方彼岸 永远跟观世音菩萨妈妈 在一起 有妈的孩子 像个宝啊 谢谢大家